嗨,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这个秦国的都城,咸阳 这个秦国从公云前350年,秦孝公把这个首都迁到咸阳 到嬴政统一全国,再到灭亡,始终以这个咸阳为国度 咸阳的位置在关中渭河的旁边,史称这个名山耸施,大川环流 平高巨深,雄于天下,可渡以外 可以说是占尽了关中的地利 那时候的咸阳城距离今天的咸阳市也不算远 这块的地势比较平坦 东西百是莱里地,南北几十里,视野非常开阔 在北边有群山作为天然屏障 南边又是渭河,水源充足,地力丰富 这就保证了物资的供应,比较方便 在近处靠近西周固度的丰好 有比较早的开发历史可以借鉴 在这个战国七雄中啊,自从这个秦国迁都现阳之后 几乎就可以说没有异国的地缘优势能和秦国相比了 这个百里秦川霸业奠基也不是靠嘴吹的 再加上这个前阳东边有寒谷关,黄河天险 东南方向有武关,西边有散关,南北有秦岭 行事险要,异守难攻 尤其是这个韩国关更其人 一呼当关,万风莫开 六国伐秦联军也是很多次在这里隐恨止步 换句话说,这个秦国具有关中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要位 只有主动出去打你的份 你呢,只能在这个韩国关下干瞪眼了 但是话说回来,如果韩国关被迫,那就歇菜了 就算你咸阳几十米高,也就是关中平原的一座孤城而已 基本上没什么悬念 但是由于这个历史变迁,渭河河床不断的向北移动 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破坏 咸阳的城墙和护城河一些比较具体的情况 今天呢,已经很难搞清了 那会 rod谷话说回来 王先生,现在还给我回来 selling